雷 哥 你一直少扶着这儿 一直扯 一 二 二 快 快 快 别 别 加油 然后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开始推理吧 这次是全员睡衣爬 神秘房客悄然而至 11号公寓再起迷局 周可可穿上小熊睡衣 可爱中散发着帅气 但是 但是每次吵闹中又带有一点睿智 周可宇穿着黑白虎纹睡衣 有点霸气了 郭启琳和白虎的睡衣 就是中规中矩了 宋祖儿有点可爱 全程被刘宇宁的睡衣吸引 居然穿的是毛衣 白色毛衣点缀 这呆米玩偶 绝佳感真的是好特别 开始推理吧 还能见到这样的全员睡衣爬 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 开始推理吧 六个人呈现出六色 睡衣都要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说是慵懒风 俏皮可爱风 潮流个性风 就算是推理节目也要时尚 开始推理吧 第二案 刘宇宁真是全程高光 周深被吓到变成打工人 周深被迫营业式拿包 好像打工人 神秘房客入住 住户们追查线索 他们柴到了郝宝杰家里 但是迷糊库周科宇 却把自己的推理包 落在房客家里了 一行人回去 房客说只能一个人进去 片面三选一 选中了就是周可可周深 被邀请一个人进去拿包 周深一进门就到前 而且还要给宝杰请宝杰的 被迫营业时 拿包真的莫名好笑 科目库把侦探包留在了保洁房 科目库对 科目库他包烂 留在了好保洁下 你的包 笑死 你们两个哥哥在干嘛 快点 拿不拿 谢谢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把我拔的 哎呀 他的包 这是的 这是的 快点的 拿走 呜呜呜呜 这个NPC这么尽责扮演吗 好凶哦 谢谢 快走 快走 勇敢 还好 谢谢 周可可周深原本只是想凑热闹 结果被迫营业变成打工人 这是本期看过最好笑的片段 周深真的是天选大远种 开始推理吧 神秘房客孟子义来了 重重一点 11号公寓住户们努力还原案件 一一击破 11号公寓在线神秘符号 每个住户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1号公寓白三晚白雨 留下来刘宇宁 送漂亮 送祖儿 周可可 周深 客户库 周可宇 郭包佑 郭麒麟 在这一期的节目里面 又遇死亡警告 废弃配电间 惊陷尸体 公寓住户 各自心怀鬼胎 杀鸡四起 一斗丛生 但是这期节目 又是在恐怖中 带有一丝搞笑 白三晚白雨 留下来刘宇宁 送漂亮 送祖儿三人在搜查房小美房间的时候 他们看见手机和卡片线索 然后这三人就是开始先是解题 他们先是采用了选择战术性搁置 然后就是采用反复读题法 三人解题方向逐渐跑偏 关键是在这过程中 刘宇宁还用波音枪去解读 这过分好笑了 白三晚白雨 留下来刘宇宁 送漂亮 送祖儿这三个人互相鼓励的场面 真的是戳中笑点 他们依次朗读题目 现场秒变普通话训练现场 还不停地反复朗读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读出了答案 但是看完已经是脑子里 无限循环 加减乘除了 没想到他们白三晚白雨 留下来刘宇宁 送漂亮送祖儿这三人之间的化学反应 这么有趣 写剧效果直接拉满 开始推理吧 这一期真的好好笑 连续更新三天真的是有福 他不是还逼你说那个择偶标准 择偶标准 你说过来啊 有主见 女的活的 外星 外星 不是一样的 人家想问你说 喜欢的男孩还是 OK 当然就是生男孩 生女孩的问题 我真的有想过 我挺想生一个男孩的 因为我觉得 首先可以让自己轻松一点吧 就是男孩 就是教他为人处置该怎么做 如果他实在没有学好 我就不管他 就首先一定要把他教好 然后教女孩的话 我会不太愿意 养女孩是因为操的心太多 因为女孩随时随地 在任何地方你都会担心她的安危 你会担心她没有被欺负 你会担心她现在开不开心 包括以后了 哪怕她嫁人了 你也会担心她现在是不是真的开心 或者她现在是不是真的幸福 就操的心太多了 你就有点累 如果能选的话 当然是愿意选一个男孩 就没有办法 就管他 就放养 男孩就可以比较放养 女孩的话 就会操心的事情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女生 真的在各个方面来说 会比较容易脆弱一点点吧 相对来说会比较被动一点点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站在一个被动的角度 当然现在的女性 也是越来越的主动 就是这样的女生 会比较累 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但是无论是男孩 还是女孩 我对我来说 我都是完全就是 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好爱她 然后就是希望他开心 不会给他这么压力 里面有还有一个文件夹 他打了问号的 没有问号找出答案了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下来跟那 你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吗 所以你发现送货 他的手上带着 一次你男朋友要送你的那个表 所以你就 所以你确定那个就是你男朋友的表 好所以男朋友又死掉了 所以你就不停的放松 让他放松紧接 让他可以自由出入你的房间 你会随时可以找时间去杀掉他 对不对 真的 好就是他先认识了送货 因为送货一直不断发货 所以送货才能进到他房间 月光有五百万 没错 还能去结月光 对吧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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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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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你们家出一个人吧 推人是凶手出来自我牺牲 自我了断 吃着吃着 手机 那还有一 他还 上去的话我们需要垫脚石 哈哈哈哈哈哈 干 走廊 所以他需要保持走廊灯一直按着 他就可以从这里没错 然后也也拍不到他因为是黑的 走廊没错 哦 你们到这边就是镜头了吗 镜头了已经镜头了 够 哎 我可以 哎 门别关了开着开着 开着我会有个计划 刚才那个纸上写的什么东西 你说外卖吗 外卖 一个馒头一个商卖三块钱送到 B120 B120 他是真人 我也觉得像是真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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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你俩有些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